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五页下面 各位念一下来 念这个座所有的米食物面包 它就会一直七乘以七乘以七乘以七 然后它就会变满一圆浮体 什么叫圆浮体呢 就是说各位你从这个看到世界的那一端 这叫一圆浮体就会充满甘露 所以各位任何食物都可以了 如果你这样做念三遍 那么 我点一只香 那这只香就不能插在佛前 香是插在外面 插在外面给众生的 或者现在他们做了很多烟贡香 甘露香 各位你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反正加食物 或者加椰子粉 或者加奶粉 一点起来会香的就好了 因为鬼道不是吃东西 它是吸那个味道 特别在西方国家 你做这个功德最大 因为西方人他不会希望来拜你佛教 但是这个香味他马上就会来吸 他就会肚子饱 那个水他就可以喝 然后那个时候你最好观想 你变成圣母玛利亚 你要观想 佛教说念一下来 南无虚空障菩萨 这个鬼神也好 树神也好 你念虚空障菩萨 就会显现他心里所崇拜的对象 去度他 去度他 事实上每一个神 有些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随当地人的文化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去引导他离苦 这个意思 好 所以念这个咒字比较小 16页翻过来 是比较小 受者的利益 就是说 接受我们布施的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 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 他170万年没得吃没得喝 就在当下 具足饮食皆得饱满 而且 不会分 你不会说 那我这碗饭够吗 因为你念了这个辩食咒 他就变成 在佛经说整个世界的食物继续在一起 然后每一个众生都得到一份 而不是说一份分两份 就具足饮食 第二个最重要 饿鬼升天 他马上吃了 所以这个咒可以让饿鬼升天 当然 鬼永远度不来 你不知道升天 升天的来的更多 因为他希望升天 那有些人说 那我就不做了 免得鬼来了 你放心 因为你念这个咒 不会被鬼欺负 饿鬼是 第三 婆罗门仙诸根巨主圆满吉祥 山上的神仙 修行人 因为你只要念这个咒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晚上不吃饭 有时候你精进修行的时候不会饿 因为你在布施食物 所以出家人每天早中晚都要做 那就算没时间晚上也要做 那这些修行人肚子不会饿 第二 诸根巨主圆满吉祥 所以做这个对修行人有帮助 二 施 施者 所以说我们不施的人 有什么利益 施者的利益有十 今天有矿泉水吗 有 有 等一下也要各位拿一瓶矿泉水回去 走到哪里滴到哪里好不好 最好你也去商店买包米 麻烦你慈悲 这包米今天把它到处撒完 哇 这个是黄金海岸 对你来讲是 对那些恶鬼道是黄金 为什么 你把它们给超度了 这边就没车祸 没传染病 对吗 那些多胎胎儿如果得到超度了 那些动物被到超度了 这个是对整个世界最好的方法 就会吉祥 不然这些鬼神会测动在人身上 就像你的堕胎 胎儿不超度 这个胎儿如果刚好跟你结儿园 他会附在你儿子身上来伤害 来伤害你 所以他就是被测动了 那这个人本来很好 他做了董事长 以后说变一个人 鬼神就找他了 如果他没有很慈戒 哪个行为不好 鬼神就会测动他 所以我们去净化他们 超度他们 然后这个整个地方都会有好处 所以布施的人得到十种利益 一 具足无量功德 最大的功德叫无量功德 原来这个慈悲是最大的福田 供养佛 供养法叫八大福田 供养生 供养阿瑟黎 供养父母 最后一个福田叫慈悲的福田 叫第一福田 帮助这些最可怜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你觉得那些鸟可怜 你觉得那些鱼可怜 你就去布施 特别经过餐厅 一定要拿一些水 撒一撒 或是餐厅你要吃饭 拿一些饭 布施一下 超度餐心这些鬼魂 动物 所以具足无量功德 第二 寿命延长 你会长寿 不容易生病 第三 成就供养无量如来 去极乐世界 就是为了去供养无量的如来 结果你在这个世间去施食 你等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第四 颜色鲜洁 你不用化妆了 自然漂亮 因为这些恶鬼道被你布施以后 她的脸就恢复了 不然她们每个都烧得像火炭一样 然后呢 她们恶鬼道女人没有衣服穿了 没有这个好事 她们唯一能够穿的就是 就是头发永远不剪的头发包着自己的身体 她们也没办法剪指甲 她们的指甲就会穿过她们的皮肤 她们知道哪里有东西吃 爬过去的时候 卡卡卡卡卡 整个手脚都在冒火 你要观想她们像蜘蛛一样 肚子大大的 恶鬼道唯一的就是肚子大大的 永远吃不饱 但是手脚像蜘蛛一样 卡卡卡卡卡 所以老人就叫我们晚上不要剪指甲 你剪死了全部鬼都跑掉了 她会怕 因为她认为一定有什么大鬼 为什么她们来卡卡这么大声 因为她们出的声音都是指甲的声音 而且鬼怕鬼 所以原色先 第五强记 我们今天是所以能够听到这么多经典 就是佛陀的弟子阿难多文 叫记忆第一 而留下来了 那因为这个思思法门就是观音菩萨透过阿难 来提醒这个法门的 因为阿难有一天打坐三天 打坐的时候 鬼来找他 他吓坏了 鬼跟阿难说 阿难是佛陀的侍者 你剩下三天可以活 死后跟我们一样做鬼 全身冒火 阿难吓坏了 那怎么办 然后就跑来问佛陀 佛陀说 那个不是鬼 因为那个鬼说 如果你能够为我们供养所有的佛 不是所有的恶鬼道 你三天不死 还可以长寿 阿难就跑回来问佛陀 佛陀说 是 那个不是鬼 事实上我告诉各位 修行人 有时候很多菩萨会化成鬼 来看你修行慈不慈悲 这个叫考试一样 让你累积资粮 那个不是真正的鬼 所以这个鬼就 这个观音菩萨化成面燃鬼 来告诉阿难这个长寿的方法 不然阿难三天就要死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经典 所以他回来问佛陀说 哪有鬼告诉你什么方法 鬼哪里知道 是观音菩萨化成鬼 告诉你这个方法 去布施给供养 替所有鬼供养佛 替所有鬼布施给他们 那阿难就问佛陀 说我出家人 我哪有这么多食物东西 去喂所有鬼做供养 佛陀说很简单 观音菩萨说 念这个奏 这个叫增广加持辨识奏 可以化成无量无别 替他们上供 也替他们下施 所以阿难变成强计 所以各位你记忆力不好了 或是你儿子希望记忆力好 你叫他每天去布施几颗米啊 水啊 他可以强计 第六 你不用怕鬼 夜叉罗叉鬼等皆喂 因为你不识 喜欢念辨识都不识 你身体有七道光一样 像上帝 威德 所以他们看到你眼睛都睁不开 因为你自然有那个威德力 所以不用怕 第七 心得清净 没有烦恼 因为你解除了这么多恶鬼道的烦恼 反作用力 你没有烦恼 第八 正犯天威德 我刚刚讲了 犯天就是上帝 你有他的威德力 第九 遗珠怨敌常得圣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佛经有说 如果真的有人故意要栽赃你 告你 伤害你 你不要怕他 你每天早上起来死死 佛经说 一点点稀饭 加一点牛奶 念念辨识咒 布施给恶鬼道 布施完以后再说 哎呀 这些鬼神啊 那个四海韬要害我 请你帮忙 然后他就让你 他让对方也没有利害你 所以各位 千万你要用到好地方 你不能用到坏地方 我老公有小三 我给他做一做 那不行的 那个不行的 那讲的是真正要找你 这个小三你没有查到因果 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所以 第十三宝意念 诸天勇护 你看 所有的佛法生三宝都 意念你 因为你在替佛慈悲 知道解吗 替佛慈悲 护法善神保护你 后面还写了26条功德 诗识甘露了 26条功德 发财啊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可见经常诗识 便念受便识咒 对受者跟诗者 都能够得到利益 所以各位把它背下来 好不好 每天就一点点米 或是加水 再来甘露水真言 就是说光水也可以 给我念一次 那么 Solo boy 丹太队 大字塔 Om Solo solo 本来Solo 本来Solo 萨伯赫 其实你念个几天 就背下来了 那么Solo boy 丹太队 本来Solo 萨伯赫 就是点水 那一般点水会点7滴 如果说你要喝水的时候 这一杯水先供养 你要喝一杯茶喝个饮料 你就先供养 我为六道众生 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生 然后你就念这个重 或是滴几天出去 布施你才喝 这个就是个意思 因为为所有鬼先供养 在布施给他们 你连喝一杯水都有无量功德 特别是饮料 特别是牛奶 事实上吃素的人 还是少喝牛奶 对母牛不公平 对不对 对小牛不公平 但是很多孤魂野鬼 喜欢牛奶 如果你的儿子晚上经常哭 最好的方法 用你的母奶 滴三滴 或是买一点牛奶 布施出去就好了 然后这些小孩子 就不会来干扰你儿子睡觉 他就不会哭到天亮 发烧到天亮 白天好好好 晚上发烧 白天好好好 晚上哭 都是因为 这个小孩一生下来 他的冤亲在主就跟来了 他来投胎了 所以佛经教我们要这么做 所以各位以后很简单 你爸爸生病 试试看 马上拿一杯水 加一点白饭或是米 然后就算你不会念 你有那个心就好了 念观音菩萨 拿到后面 花园或河里尔 把它放着 然后再把它倒掉 就回向给你父亲 他突然那个发烧就不见了 因为你对他身边的冤亲在主 有在款待他 有在注意他 他那个发烧就不见了 那这样就不用有太大的 你再慢慢去找原因 所以有十六种功德 念这个重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 每次拿到水 念一下 水有八德 供养十方 就是说 这个水透过阿弥陀佛的加持 变成八功德水 供养十方佛 然后 打滴几机出去 灼足二叶 那些二轨道的二叶都洗干净了 第四行 六道清凉 六道 六道是天道 人道阿修罗 第一轨道出生道 都得到这个水的力量 就这样四季 你喝一杯水都可以做很大的功德 上供下十 当然如果你福报要大 我们外面摆了很多瓶放在地上 希望更多来喝 各位如果你愿意在家里每天早上供七瓶水 四十九瓶 一百零八瓶 还是一杯一杯 都好 越多杯越好 供养完以后 分几杯给人家喝 其他走到哪里到处洒水 因为澳洲缺水 你多去帮助 你缺水就是不死水 然后他就会不容易缺水 而且每个花枣树木都是需要水 你走到哪里都给它不死 而且花枣树木里面都有聚集这些鬼神 贪它的香味 他要吸它的香味 因为鬼神用香味做食物 所以有香味的他们就靠过来 像蜜蜂一样 但是你又给它不死水 然后这个香味会更香 他就可以喝到水 得十六种功德 念一下 一 寿命长远 二 颜色疏美 三 气力充盛 好 这是一般人要追求的 长寿 外表漂亮 气力充盛 第四 心肠欢乐 变才无智 恒无吉祥 内心很快乐 不会忧郁症 心情很好 以前一件小事给你 你会痛苦两半天 现在你经常做这个小case 这样几秒钟就过去了 因为你正面的力量很大 而且口才非常好 便才无智 这些恶鬼到 没得吃那么久了 你给他喝到甘露 他嘴巴就可以讲话了很快乐 所以 而且很无吉祥 七 口中相结 八 人皆敬仰 九天神四位 所以从今以后 嘴巴自然发香 你会恶鬼到喝到了 你得到这种行为反作用力 而且人皆敬仰 为什么 你对最可怜的众生都尊重他 那你被尊重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什么叫学佛 尊重别人 尊重众生 各位记住 这个人没有没缺点的 但是他的佛性依然在 要尊敬他的佛性 千万不要看不起对方 千万不要自以为说 我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可以对不起我 不要看不起对方 因为他的佛性都还在 一个男人最可怜的 就是不被他所爱的女人尊敬 听得懂道理吗 所以他就去找别人尊敬了 这是你造成的 因为你不尊敬他 如果你三不五十赞叹他一下 他觉得我很伟大 I am a king 他就不用去找Queen 所以这一点 但是你 我讲错人了 奴隶把说 然后他会很恨 你嫌他赚钱也赚不多 所以男人都是给女人气死的 我讲的是实话 我讲的是实话 我们看来像以前有个太太 戴上的姓氏 你跟我老公中风 我老公糖尿病 她也有肾脏病 我就问完怎么办 我们都指着她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有吗 是她怎么我 你每天这样念念念念念念 你把她念死了 她没成就感 所以我讲的是实话 这个时代很讲 女人比男人聪明 因为女人受的苦比男人多 感受强 她自然很聪明 男人有时候指指的像阿兵哥 偏偏你又念念念念念念念 所以各位请尊重男人 佛陀说的 女人永远不能骂男人 佛陀亲口说的 男人不能对不起女人 佛陀制定的 戒律男女和平相处的方法 女人永远要比男人晚睡 早起 然后佛陀又规定 男人永远要记得买香水礼物 供养女人 骗也要骗 所以各位佛陀这个都制定的 非常非常的好 再来 男人要把金钱 经济能力交给女人 但是女人不能拿男人的钱去赌博 男主外女主内 这个佛教都写得非常好的 你要去看那个六方礼经 六方 讲的是六种关系 对上师 对子缘 对先生 对太太 对儿女 对三宝要怎么去做 因为身为一个佛弟子 还是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包括对佛要怎么样 对神要怎么样 对众生 对鬼道 对动物要怎么样 佛陀都写得很清楚 那各位最好去了解 好 所以第十 第九 天神四位 你对鬼好 事实上 念一下 恶鬼升天 所以很多天神 大部分都是以前做鬼 直接被超度了 所以所有其他的神也会来尊敬你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位道宣律师 他在中南山一个人闭关 他不用下来脱波的 因为所有的天神每天排队 会轮流供养他 然后道宣律师有一天问说 你们就同一个来 为什么每天换一个 那个天神说 哎呀大和尚 我等多久才等到我供养你 我供养你 我可以升天的 我以前是做鬼被你超度的 因为道宣律师辞戒 所以他每天都要施死按照规定 给这些固分野鬼 所以他们就升天了 然后他们来供养他 他还可以升更高的天 所以排多久也要来供养 所以各位出家人还烦恼钱吗 要烦恼有没有慈悸 有没有慈悲啊 所以各位一定要这样去做 这个天神四位不分在家出家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听我这样说 以后每天都要做好不好 学那个巴厘岛的女人嘛 人家每天 有没有去过巴厘岛玩啊 Dempassa Dempassa不是离澳洲很近吗 离澳洲最近的就是Dempassa Dempassa的女人每天都要做 米啊 水啊 花啊 香啊 灯啊 窗户摆一个 前门摆一个 后门摆一个 女人就负责要做这个 一天要做20个 每一条路都给她放好好的 所以Dempassa至少比较有福报 这个是在第八世纪佛教留下来的 在印尼以前是流行密称跟大称佛教 后来变成鬼教 但是这个在Dempassa还是留下 那他们就说这个是婆罗门教 事实上是佛教的遗鬼 好 所以第十 匹瑟这鬼现行 什么叫匹瑟 匹瑟这鬼王很凶的 但是你对鬼道很好 匹瑟这鬼会变成人来帮助你 感谢你 要匹瑟这鬼 第十一 身无疾患 不容易生病 所以你要身体健康 多做这个 所以家里 我们中国佛教最重要的 家里有人生病 乃至家里有往生 国家都要做水入空超度 就是布施给孤魂野鬼 布施给孤魂野鬼 整个国家 果韵就改变了 这是中国佛教最大的法会 就是梁黄 放咽口 水入空 讲的都是私 甚至还烧一艘船 上面放一些元宝 食物在海边 布施给所有水鬼 众生 那各位现在要经常做 因为你经常做 女人负责做 男人负责发财 他才会赚钱 所以各位不要吝啬 多共几杯水 撒出去也好 共几包米 然后小朋友出去上课 叫他撒一撒撒一撒 变满甘露 你把米撒在地上 你等一下来看 你会很感动 澳洲的蚂蚁长得蛮大的 一只蚂蚁都可以抬一颗米 啵啵啵啵啵啵啵就跑掉了 我去西班牙葡萄牙 那个蚂蚁更大 一颗再排两颗 啵啵啵啵啵就跑掉了 因为他们最喜欢米 慢慢咬慢慢消化 米很香 但是千万不要给糖 给糖蚂蚁会 会拉肚子就死掉了 蚂蚁不能吃太甜 他们喜欢吃 就是咸的一点点可以 但是很多人说 我喜欢蚂蚁干脆喂糖 就害死了 当然你也不是坏心 它容易肚子脏就会流 就会拉肚子就死掉 但是就一点点就好了 但是米是刚好 因为米有一点点甜度 它们可以咬化掉 第十二 威德卢王 那你就会有做王的福报 甚至世间的最大的王 第十三 恶人恶鬼间接生喜 你不会被欺负 所以我经常去监狱 我做了私事 我去监狱 监狱人把我当做皇帝 那些死刑犯 要死之前也要见见我 因为觉得说看到我就很欢喜 这叫恶人恶鬼看到你欢喜 因为你让他欢喜 他死就不会下地狱 他死了我就会说 没关系你来找我 然后我在办法会 我一定超度你 但是你不要回家 回家会吓死你家里的人 老实说 如果往生者流血下 回到家 家里就不好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超度祖先 一定要超度多胎胎 一定要超度 你不超度 这是对你不好 对往生者更不好 对家里人更不好 对家里人更不好 会干扰全家的人 第十四 得千荣王福报 这个千荣王比地球大百千万个 合起来叫一个千荣王 所以 念一下 慈悲的福报最大 慈悲的福报最大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方法 告诉各位 各位要真的去做 第十五 梦见诸菩萨罗汉 会梦到鬼 你会梦到鬼就是忘了做 他为了你拜托 拜托 甚至地上经说 你梦到死去的爸爸妈妈或祖父祖母 那个不是真的他们 是鬼 过去世的 累劫的父母亲戚朋友 他如果用他的形象 你不会认得他 所以他会变成你认识的爸爸妈妈来找你 所以你就为他念三部地上经 他就超度了 再加上你会做私食更快 第十六 所生之处世界震动 你变成一个有福报力量 你生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就会放光 所以重不重要 太简单了 水太容易了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喝水喝饮料 布施几地几地出去 习惯 然后你每天都要吃饭吃面 哇 你把整片布施 布施在那边 那鬼跟你磕头到天亮 披萨 多香啊 当然有些人问我说 那上面有肉 哇 那些罗刹鬼跟你磕头磕到天亮 有肉呢 所以那当然只是你把它捏一下 你千万不要说没有素食 反正有的就布施一点点 所以各位要最好去买那个小盆子 或是像瓶盖 瓶盖上面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小碗碗菜 就放在树下 我们昨天去超市 这边有在卖那个面包皮做的一个 像船一样人家在吃什么的 用那个去布施就最好 因为那个是食物啊 所有都可以吃掉了 你越这样做 那你的家庭啊 你的公司啊 你所住的地方啊 就会吉祥 这是佛教徒 特别各位在这种边地 因为他们当地人不会做的 但是有大乘的佛教徒 有这个悲心替他们做 那现在要带各位念的是 圆满的仪轨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不会念圆满的仪轨 你只要念三个字 他们也吃得到 来 奥阿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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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阿奉就是他们得到的 奥阿奉或观音菩萨 是观音菩萨会加持这个甘露 待他们也超度 这是最简单 那你不要说这样 那这一本就不用看了 那你太浪费了 你因为你读的越多 力量越大 这里面还包括把地狱给打破了 居然要同样布施七哥米 我可以让地狱的众生来 那你在澳洲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那你事业顺不顺啊 这是自然的道理 当然有人问我说 师父我照你的想法去做 为什么事业还不顺 你一定有破戒啊 你可能对不起你太太吧 所以各位 你要做善事首先要持戒 你要守规矩 你要把戒律守好 你才去做 好 第十一页翻回来 第十一页 甘露死死 不分在家出家 我必须强调 因为很多人 师父 我师父说我没有功德做 做了鬼请不走 我说你师父也不见得有功德 因为不是出家就有功德 是持戒有功德 是慈悲有功德 所以千万不能把认为说 这个超度啊 是我们出家人的特权 你交钱就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不好的思想 因为佛陀在经典 我特别把经典举出来 若有比丘比丘女 优婆社就是三宝弟子 在家的优婆也是女众 包括小朋友做最好 同男同女 因为任何众生都不会怕小朋友 他很单纯 所以小朋友出来做啊 那些老鬼啊 那些痛苦的 很孤独的鬼都会赶过来吃 大人出来做 有时候他会怕 因为大人有时候身上自己都有鬼 当你称恨心很强的时候 他们就不敢过来 就像那些流浪狗会怕人 那如果非常爱小狗的 他好像不太怕你 所以同男同女 小朋友做最好 即诸人天 佛陀也希望所有人 包括天神都要慈悲 寓意受此此方便法 应需朝请禁食方解 一切六趣 六趣就是六道众生 诸恶鬼神众当作四念 来 我们开始念 来 南无佛陀耶 南无达摩耶 南无生且耶 南无本尊世家如临如来 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 南无一切隆天善神 愿以微神加哀互助 我今朝请十方岔土 尽虚空戒 一切六趣 恶鬼有情类 以三宝微神利固 西至我所 好 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最好做一个观想 就是说 你要观想自己变成地藏王菩萨 或是观世音菩萨 你不要用一个性感的女人叫鬼来 所以意思是说 你要把自己观想成观音菩萨 这样力量就很大 这个对你心帮助很大 我变成观音菩萨 所以以观音菩萨的力量 念咒有一个特点 念咒不是用你的心念 念咒是用佛的心来念 就是说 你念大悲咒 你要变成观音菩萨 你念药师咒 你要变成药师佛 要有这个想法 这个叫咒 所以咒 念咒的人本身要有这个承担 这个叫佛慢 在密中叫本尊祥 你要变成 你念绿度母 你要变成绿度母的心 绿度母的外表 绿度母的声音 这样去立一种 那这样自己也会很快乐 为什么 那时候你没有烦心 没有烦恼 那个时候你跟绿度母合围一起 所以要有这个观念 一个人修行一定要每天进步 超越自己代表你在进步 不要让你周围的人发现你同样的错误 一直在犯 代表你没有在修行 完全没有 我要事情念了五万遍 没有用 因为跟你没关系 这个佛法 这个法 就要跟你的身口意合在一起 你既然念阿弥陀佛 你就像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在做的事情 这才对 同行同愿 而不是利用阿弥陀佛 跟我没关系 所以各位要 一直要注意自己有没有提升 当然提升最好的方法是让佛菩萨 融入在你身心里面 或是你让你自己完全融入在佛菩萨的身口意 佛菩萨的心 这是改变最快的方法 所以才会说 念一下 老实念佛 一心念佛 融入佛陀 佛陀在我心 所以不要用你的想法来做事 要用佛陀的想法来做事情 要用观世音菩萨的想法来做事情 你要这样练习 每天练习个半个钟头 那练习久了 变成天天都在做观音菩萨的事情 这养成习惯 再来 所以大家观想自己变成慈悲的观音菩萨 破地狱咒 来 翻过来 翻过来 字句如来形破地狱 就是说 你念这个咒的时候 整个被关在二鬼城 树里面的 关在地狱的 他们的 马上化为灰尘 就是不用被关了 自由了 所以我每次到树的地方 我都会念 石头 这个石头会压了很多 很可怜的众生 这个石头变成灰尘了 它才有自由的一天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打石头 就会把它打破掉 观想 不是那个石头侦破了 而是解除它们被关在里面 叫孤独地狱 所以来 那摩阿舌 扎实地南 善妙善不脱 聚子南 奥子南南 我脱西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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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第一字按了第三字 这个手印学一下 然后念的时候要这样绕 你的手不是你的手 这个时候是观音菩萨 你的手指头放出观音菩萨白色的光 把它们拉过来 比如说你家住广东 你在澳洲 你要观想那边 所以我们想到非洲 你要观想那边 所以佛法无边 对待我按照你的心 教给观音菩萨 召请地狱到 二轨到 他方世界 你要这样绕 你要边想 它们会一直进来 不是进到你家 因为! 我们念的时候 会观想外面有一个大坛城 就像莲花一样 他们都进到这里面 生意 legs 来,给我念一次 生意 legs 搏搏地利 切里多利 但他也多利 好 你们回去慢慢念 这个时候你们不用念 想 好不好 最主要是想叫观想经理 你想得到了吴伟雄 你想得到了原住民 想到了中国 美国 非洲 地狱 你想得到的越多人想力量越大 来 普召琴 我还要再念三遍 各位你要负责观想你的祖先 祖先 甚至有时候会观想到中华民族万幸祖先 就是说你的祖先 先生的祖先 太太的祖先 个人的妻子父母 累劫累势的冤亲在主 堕胎胎儿 累劫累势我们吃了这么多动物了 赶快给他超度 招请他们跟你有关系 一开始前三遍是法界众生 后面三遍你可以观想跟你有缘的 爸爸妈妈的冤亲在主 都把他超度 请他们来 我念你们观想就好 那么不不不地切得多利但他也多耶 那么不不地切得多利但他也多耶 解冤结来了希望他们不要吵架 他手印是这样 吵过家 散开 就叫解冤结 你看到人家夫妻吵架 你在后面念一下 帮忙一下 好 念三遍 来 哦 三遍 来 切多莎婆婆 哦 三遍 来 切多莎婆婆 哦 三遍 来 切多莎婆婆 开咽喉 念这个咒有十种功德 不会下三二道外表漂亮等等 另一次来 哦 不不地里 不不地里 切多利 但他也多耶 但他也多耶 你怕官方找你麻烦的 第四个功德 王官不敢撑 做官的做领导看到你都乖乖的 因为你念这个咒的人 你一撒甘露 那些恶鬼道喉咙就马上不吐火 身体就很清凉 所以你的力量很大 所以以后这些做官的不会伤害 你叫王官不敢撑 第八叫言貌得端正 他们马上变得很好 永离毛素尾 从今以后你不会怕孤单 不会怕鬼 不会怕你一个人在乎牧区 但是你要多做 因为你做的时候 你手要点水 每一滴水都变成几百万个太阳的光 那么亮 那这个亮度就让这些恶鬼道 身体的被火烧 喉咙被锁住 吐火的痛苦变成清凉 吐火的车 所以这四种功德各位自己念 手上有没有水啊 如果油跟隔壁借一滴 有借有还 放在你手上这样滴一下好不好 我都用这个的 我这个是几百万滴水的 然后你住越高的楼 面对太阳一定要傻 佛陀说了 太阳越大 鬼的身体越苦 但是如果你对着太阳 洒干露 念开阴侯奏 一梁 马上他们全部的 全部人都因为你而得到清凉 这个功德很大 好 大家点水 用点水大部分是倒数第二次 这一支 点水 来 等一下这个餐厅老板 应该每个人付各位一千块 超度费 功德 台湾知道的 我在马来西亚很多 包括我们内地 很多老板学夫都知道 师父来啊 我们供养啊 吃啊 喝啊 你们帮我们做一下 因为他们那边杀业重 不得不卖海鲜啊 就怕房间有众生啊 特别请我去最多的是 那个房间有人跳楼自杀的 我还要供养钞票 我刚才讲不用了 反正我们尽力而为 但是对别人有帮助 自己活了才有意义 无所求的 他们发水给各位了 对 先不要自己喝啊 先慈悲一下 帮忙发一下好了 念开咽喉咒 有十种功德 我们念一下 现在有时间 第十三页中间 一 毒药不能种 二 毒蛇不敢折 三 刀杖不能害 四 王冠不敢撑 五 众人皆爱敬 六 天龙常随护 七 衣食西风竹 八 颜貌得端正 九 永离茅树未 十 不受三途生 用传的 那各位先把这个水打开 先做供养 怎么供养 请翻到第六页 水一瓶没多少钱 但是却功德无量 佛经说 佛钱供养一杯水 回向给恶贵道 可以超度八万四千个恶贵生天 一杯水 佛钱供养一杯水 回向给地方上所有被吃掉的海鲜水产 念一下 海产宵夜得生天 我想各位住在黄金海 很多人来这边吃海鲜 我们要负责超度 这个就是佛教徒很殊胜的地方 佛教徒学大称佛教的 都是少数 少数福 服务大数 大多数 所以佛钱供养一杯水 等于念一百万遍发财座 佛钱供养一杯水 等于念一百万遍的宵夜账座 最快的 慈悲 所以各位来 水把它打开 请翻到第六页 供水记这么短 第六页 念一下来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 酌诸恶业 六道清凉 然后点几滴出去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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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祖先 往生排位 舵胎胎儿 冤亲再住 澳大利亚 所有亡魂 做大供养 再念一次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 酌诸恶业 六道清凉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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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记住好不好 记住 然后现在我们还要念一遍 开言喉咒 我来念就好了 刚才有十个功德 负责点水 好不好 你看 每一滴水都是个 百千万亿的太阳的光 然后这个清凉 到最深的地域 最高的天 都充满了清凉 好 开始 恩不不地地切多利 但他也多耶 恩不不地地切多利 但他也多耶 恩不不地地切多利 但他也多耶 好 先把它盖起来 因为等一下还要念 甘露水箭眼 你要真口渴 可以喝一口 因为 每天都要这样 上供下食再喝 好不好 那你每天喝七瓶水 你每天喝十次水 你就做了十次的功德 这样快不快 很快 但是记得上供下食 我们佛教学来学去 就是为了这个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众生就是六道 八卦运行 上求佛道 供养诸佛 所以这个叫菩提心 喝杯水要有菩提心 吃个饭要有菩提心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菩提心 菩提心就不离开 对众生的大悲 跟对诸佛菩萨的信仰 供养 然后不离开这个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后 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率 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 就松懈了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 防疫没有特效药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COVID-19疫苗 都要戴好口罩 正确洗手 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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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9年起 COVID-19冠状病毒疾病 疫情日趋严峻 全球至少415万7619人病逝 至少1亿9405万9999人确诊 而台湾直至今日 超过15000人确诊 目前最有效的防疫方式 除了正向念佛就是打疫苗 双冠旗下是目前急迫的解决方法 离请明光法师为大家分享 用正确的心态 面对COVID-19冠状病毒与打疫苗经验 珠山长老 各位法师 诸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我非常高兴再次我们在空中 跟大家相见 我们在持续来跟大家谈 这次我们新冠会疫情 我们从5月19开始 我们宣布全国进入三级警戒 到现在我们经过每一次警戒 就是两个星期 也经过了好几次的延长 一直到现在 所以新冠会员疫情 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造成全球1亿8千万人确诊 同时有400万人 因为这个疫情而往生的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金马 这个地区 目前也已经超过1万6千人 5千多人来确诊 也有700人 因为这个疫情而往生的 因为确诊而往生的 他的依照防疫的规定 等于之后 他会尽快地来做一个火化 包括他的家属 因为一个人确诊 他家人都要隔离 所以他的亲人 在火化的时候 他的家属也没办法来参加 这是一个会让大家 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得不如实这样一个措施 所以我们也对 因为染这个疫情而往生的人 我们也非常不舍 对他的家属更是伤痛 所以我们也希望 所以每天我们在这个 发阿祈祷当中 我们都有很虔诚的 来为这个新冠会员确诊者 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 早日康复 对往生者 养葬神佛的力量 能够得生净土善处 每天我们都有这样做这样一个祈祷 一个祈福 一个祈福 最近我们会邀请各宗教团体联合 也特别为七百多位 因为疫情而往生的人 我们会作为一个宗教团体 来做一个操见祈福的一个法会 同时我们也会回向给这些新冠会员确诊者 能够早日康复 更借着这个法会 来为我们国家做一个 富国习灾的这样一个法会 结合各宗教团体 我相信我们 大家同心协力 只要我们很虔诚 心诚折领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知道新北市是最严峻 所以我们也发起了一个 大家随起发心来捐输 一些有钱出钱有利出利 一些款项 作为新北市的防疫基金 当我们发布之后 我们在6月20号 做一个截止统计结果 我们有12万 后来我们将这笔款项 也汇到我们新北市政府防疫基金 透过社会局来转达 也感谢我们大家的一个发心 这是一个小小的心意 同时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墨雪在7月12号这天 透过我们波内尼 陈玉峰里长的安排 我也那天也去打疫苗 安排是10点半 我大概10点多就到 那么他就先看看我们的证件 印章 身份证 还有剑跑卡 起了之后就发给我一个牌号 我是375 等于已经有375个人来登记了 那我登记之后 很巧碰到我树林国小的同学 朱智欣同学 拿到号码牌先在那边等候 等到听到你的号码名字的时候 我就去打疫苗 那时候我们打的是莫德纳的疫苗 打完疫苗 让我们在会场上 再休息一下 大概将近20分钟 听到你的号码声音 然后去领取我们打疫苗的 给我们一个证书 那我就在那边 我在还没打疫苗之后 我就坐在那边等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穿着防护衣的 这些防疫人员 在会场上为大家打疫苗来服务 那刚好在面前 我看到有一道阳光照下来 刚好照到那个防疫人 在那边书写这个资料 那我看到那个情形的时候 赶快用手机把它拍下来 这个 那时候我有一种感动 因为这些防疫人员都是第一线的 那么他们每天为我们服务 事实上他们也 这感染的机会也是非常大 但是为了我们呢 他们还是非常的辛劳 所以我就感觉 这些防疫工作人员呢 就像那个阳光一样 在严峻的疫情当中 好像是一个阳光带给我们温馨 带给我们温暖 让我们很感动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默默为这个疫情在努力 都让我们值得我们感恩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疫情 可以让我们人类 能够做一个好好的反省省思 我相信我们发善心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 在这段时间能够发心来摘戒如素 能够摘戒来慈悲赴身 我想应该是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也祈愿大家善心 能够踊跃地发出来 然后一起来行善 我相信我们这个善念呢 也会让这个很严厉的病毒有所改变 它会变得很严厉 相信它也变得会很温和和善 万法存乎一心 心静国土静 心平天下平 在每天这个画阿的当中 我最近我就欢喜呢 用一些图案来跟大家接远 这个就是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我所画的 那另外有一张 这个是 画了一个 养子为佛陀 完成再人格 这个图片 最后祝大家 身心自在 福费增长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九九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